大家好,現在是台灣時間的11月17號下午5點 那每次想在開頭確認一下時間是因為有些東西是有時效性的 那希望大家過期之後呢就不要用 那今天這個陣是可以用的時候趕快推薦給大家 在上次介紹了一個外掛之後呢 就是他叫做Necrobot的外掛 那他最重要的是他以後可能可以狙擊 那現在已經可以半手動狙擊,我覺得很好用 那不管怎麼樣,今天就是針對日本的成龍活動 我們就設定一個外掛來去參加這個活動 那把成龍多抓一點回來,順便練一下等級 那話不多說,我現在介紹一下這個外掛我的計畫怎麼走 首先我們知道這是一個日本網站 那他的紀錄檔裡面 可以發現成龍幾乎出現在這幾個地方 好,那我就設定這個外掛就是跑,集中這幾個地方 我們就會在這幾個地方一直繞圈子 那我是有根據他的歷史資料來做的 比如說這個中間比較集中的地方 還有左邊 這邊比較多的 我都會去走 好 我想應該是 可以練到等級啦 就算你沒有很幸運的遇到成龍 畢竟你要練等級的時候 你要抓你的走路就不會那麼快 那我的走路也都是很人性化的 我設施數7公里 所以這不會有什麼問題 那走路的路徑確定之後呢 再講一個重點就是 大家很擔心的寵物保留的部分 因為怕 如果你們是拿新的小號 新的那個帳號去掛的話 我覺得那就沒有什麼問題 是不會有什麼 反正就是會照這個規定 就是IV70以上 因為我覺得大家可能不太愛亂山寵物 所以我就決定IV70以上 通通幫你保留 那但是他會不限之數 會一直 如果你超過70 他會一直累積下去喔 那你可能就要自己清倉囉 那另外就是 如果你還沒抓到IV滿70的 他就會自動幫你保留兩隻 比如說你抓了四隻IV不到70的 一步好了 他就會自動幫你保留成兩隻 那 如果你都IV70以上 就是都一直保存喔 會一直累積下去喔 所以設定70對你們可能會比較麻煩 如果你要改的話嗎 沒關係 我在之後再教大家改好了 當然如果是你們要改的話 那不改你們就手動清倉吧 那再來就是 另外一個大家會擔心的是 稀有的寵物會不會 套進去外掛之後就被散光光呢 那這裡我 右邊這裡有放了一個圖 你看這是我抓的成龍 因為這個帳號是新掛的 大概一個晚上吧 他有撈到五隻 所以五隻你看這IV十幾的 他都留著 IV三十幾 四十幾 五十幾 他都有留著 那CP值我是沒有考慮進去的 反正 玩到現在就覺得IV才是最重要的 CP 新塵 糖果 就算在 假設我們很珍惜成龍好了 你在這個活動撈到了很多隻成龍 糖果也有了 那你新塵就在練功就好了 但是IV值你是求不來的 所以我們就看中IV值就可以了 那下一張是跟大家講說我的保留清單還有哪些 比如說你的喵蛙花 噴火龍 水劍龜 九尾 爆裏龍 吉利蛋 皮卡丘雷丘 大舌頭 成龍 化石 伊龍快龍 卡比獸 還有這四大限定版的 我都已經幫你設定好保留了 我想以上大家是比較擔心 外掛如果套入帳號之後呢 會把寵物弄掉的問題 那如果大家覺得這樣子的設定OK的話 你就不妨可以試試看 因為我覺得現在這個外掛 它一直有在更新 那我自己掛了兩三天之後發現其實有問題它都會自動緊急煞車就不會再掛下去 那再提醒大家一遍啦 使用外掛 都會是有風險的 如果你掛了成功了那就賺到嘛 那沒掛的話 沒掛到就是後來如果又被鎖的話 那 你已經 那起碼你也賺到很多睡覺時間啊 好 那先 這個部分跟大家介紹到這邊 如果你們覺得想要用的話就再再看下去吧 不想用的話可能就可以離開 因為接下來我就跟大家介紹 那個外掛要怎麼去 安裝 其實很簡單就要套入 我已經把它設定好 你只要套入 你的帳號 密碼 就可以用 那這裡先介紹到這邊 謝謝大家 如果你有喜歡的話 請記得訂閱跟贊助喔 接下來要跟大家介紹的 是 這次最新版的外掛 我們來 電腦實際執行一遍 讓大家 在使用上的失誤率 撿到最低 跟著影片做應該就不會有什麼問題了 好不管 我們就先來操作吧 等一下會用到這兩個檔案 是壓縮檔 是AP壓縮檔 我也 因為我電腦之前壞掉了 所以我現在我也沒有RAR 但是我們直接用Windows就可以解壓縮 你就按右鍵按解壓縮全部 好 那就可以解壓縮了 解說完之後 解說完之後我們可以看到設置這三個檔案 那我們就點這個檔案點兩下 我計畫就是先讓它跑兩 就是 先讓它跑一次 產生出它需要的檔案 那我們點兩下 按執行 那在這裡他問說你要不要設定呢 我們先做一件事就是把 左邊這邊按 左鍵然後內容 選這個 Lucy.console 這個 確認 之後我們就把它關掉 也不是關掉我們按No 按Enter 按Enter 然後問說 press the key to continue 我們就 OK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它裡面有這幾個檔案 好那這部分 就先到這邊 等一下再跟大家講 怎麼去操作 一些檔案的問題 大家好 現在我們開始進行 檔案的作業 首先呢 我們要把 這個 Gpx Path 這個檔案 複製 然後貼到你的 解壓縮 剛才解壓縮的資料夾裡面 這是第一步 這一定要做喔 不然會錯誤喔 再來第二步呢 是先到 config裡面 Auth 在這裡 輸入你的帳號 和密碼 那 因為我是PTC的 所以我在這裡 就改成PTC 然後這裡的PTC使用者帳號密碼 記得 要打上引號喔 我的帳號密碼 在這裡 這個帳號 然後下面這個是密碼 下面這裡是密碼 OK OK 那我 我就不輸入給大家看喔 畫面就會 先帶過囉 那在大家輸入 AUTH 檔之後呢 我們現在再把 COMFYG檔 複製 然後貼上 我們複製並取代 好了 這樣就完成了 我們來看看 實際跑的狀況吧 那記得我們經緯度都是在日本的喔 所以你要掛機之前最好你的帳號 之前有一兩個小時是都沒有登錄過的 這樣你一登出 你這樣說你一直登入日本的話 喔馬上抓到成龍 我們一開始就抓到成龍了 我覺得這個路徑真的還不錯建議大家使用 才剛一登錄就抓到成龍 拉普拉斯 剛才說到了 記得 記得大家要避免softband的話 一定要 把帳號先停 至少 就是有一兩個小時沒有登錄 或是兩三個小時 比如說你在台灣登錄了你兩三個小時之後你再登錄日本 那你再用你再用這外括去登錄 那他就會 直接在日本裡面幫你去執行 那如果大家不想要主帳號的用主帳號怕有危險的話 現在就是趁這個時間可以開幾個小號來 抓一抓 順便練功啊 之類的啊 那 我想大家還是會想要抓主帳號吧 掛主帳號吧 那根據我 對於我這個設定 測試過 幾個小時 他的經驗值大概都可以 在一小時約 17000左右 那比較怕是沒有球啦 那 畢竟你要經驗值高用球就兇囉 好那今天就 介紹到這邊 希望大家都可以順利抓到成龍 在 日本的成龍活動結束之前呢 把成龍的糖果通通擠滿 或是 抓到一些IV值高的成龍 那等級順便也練上去囉 喔對了對了 另外跟大家介紹一個 圖形介面 這個檔案我也附給大家 一樣 大家就解壓縮就可以了 解壓縮之後呢 我們去 執行這個檔案 好那第一次執行的時候 我們沒關係就直接 install就好了 我不需要 Auto update 反正我就執行 Install就好 那我們按 validate 好你就可以看到我們的 Bot現在在做什麼事 那右邊這個journal呢 就是你登錄 當你開啟這個 界面程式的時候 他開始記錄 喔剛才我刷了 三顆球 那剛才 因為我太晚開了 所以成龍沒有被記錄到裡面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我的寶可夢有什麼 你看剛才的成龍在這裡 因為這是測試的帳號給大家看 所以 生氣寶貝就沒有太多了 就不要介意了 那我覺得這個圖形界面的多少可以幫助大家不要就是只是看小黑窗 很蠻沒感覺的 那今天就為大家介紹到這邊喔 謝謝大家 喜歡請訂閱喔 這樣有最新的更新我才能通知大家 拜拜 拜拜